字幕提供 经过了一天,最后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这么多成功的采访呢? 真是要多谢的琪 别那么客气 我们今次的一个可以说是引路人 但我们认识了很多澳门本土非常知名的车手 为什么的琪会那么熟悉呢? 你应该都玩赛车玩了很多年 我自己玩赛车玩了很多年 我从2008年开始玩小型赛车 断断续续赛了五年的私家车 在2012年开始自己组织家庭 停止了,你明白的 停止了,小朋友出生 希望多花时间去照顾小朋友,照顾家 资金方面出现了一个断层 每个车手都会说这一句 包括Billy,还有阿超仔都说了这个问题 资金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赛车不同外国人 外国人为什么赛车这么出色? 他就读不成书 他爸爸叫他开车车 他支持他开车车,他有一个出路 澳门人和中国人的父母 认为开车车没有出路 希望你读多些书 他不会投资在这方面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 有这样的传统 就是觉得开车车 始终你会觉得发展的机会 不是那么明朗 大家都会按住,按住,按住 但是你又会是 其实你玩车车08年的时候 当时你多少岁? 我很迟才进行 我是差不多30岁才开始去接触私家车赛事 为什么那时候突然之间决定 我要玩呢? 我是被朋友推我出来的 推我落坑 那时候我去玩卡丁车 去玩卡丁车比赛 去赛一些亚洲的赛事 撞到断手断脚 这么严重? 撞到断手断脚 这次那朋友就说 哎,你这么浪 留一条命吧 不如赛私家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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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接触私家车 接触私家车 接触私家车后 就上了引 对私家车上了引 包括我们澳门有一条赛道 是很想在自家门口里面做一些事情 这个赛事六十几年 其实你觉得 是不是真的令到很多澳门人 是有这个赛车目 会不会 大家会觉得 自己家门口有这一行比赛 看到这么多的职业车手在玩 甚至有些 晋升成为了F1的车手 舒默加 夏建伦等等 令到你们有这种梦想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澳门赛车手 每一个都希望可以 可以上去更高层次的 赛事上比赛 无奈都是要说回 资金问题 是没有人去给一个很足够的支持 我告诉他们 你可以一年去做些什么 例如我们 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职速去赛车 澳门政府是有点赚助的 每一年都会赚助澳门的车手 澳门政府 有时还不止 如果你自己做爸爸 你会不会让他去赛车 我问谁 你会不会拿你一生的职速 给他培养他赛车 我问谁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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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可以培养他去做律师 去做法官 他觉得没问题 将来小朋友有出路 这个是中国人的思想 在外国人的思想就是 你同层次去踢球 踢球你也有出色的 打网球 思朗大学还未毕业 美思大学还未毕业 但他们可以去到世界级的顶峰 各行也有各人的出色 在赛车上 大家都希望找一条谋生的出路 但在短时间内 我们都看不到 但希望中国不久的将来 是有多些资源 放在赛车培养生人 我们已经是过了气的了 将来好像刚才阿超仔 阿超仔的未来 是交给那些车手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心态 应该是挺好 就是去享受赛车 带给你们的一种快乐 其实我都觉得 这种享受都 建筑在几贵价的一个基础上 其实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的战车 好啊 好啊 我自己真的 孤陋寡闻 是 这个车看起来非常漂亮 是 而且颜色很鲜 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OK 它是一辆英国的车 它叫Zenata 它是一辆英国的车架 车架制造商 它配搭了一个Ford的引擎 Ford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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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V6引擎 自然吸气 自然吸气 没有车架的 我们参加一个赛事 叫大湾区GT杯 大湾区GT杯 我们所知道的有GT3 有GT4 我们这个规格就是GT4的规格 我们这就是GT4的规格 那车厂出来的GT4的规格就是 它限定了 GT4的赛力限定了 我要你多大的轮胎 什么什么 所有限定了 那车厂呢 就根据它自己的调教 出一辆最好的GT4的赛车出来 这辆是我们Zenata 调教出来的GT4赛车 其实说到说 我觉得这个兴趣爱好 确实都需要很多资金的一个 就是去支持 去享受这个赛车的温度 因为我看到这辆车 一看外形就很鲜 颜色很鲜 另外外形一看就是一辆 很有战斗格的一辆车 但是我自己孤陋寡闻一点 不知道这辆车是什么品牌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 这辆车是一辆GT4的赛力 它是英国的赛车 它的名叫Zenata Zenata 它是一个车架的制造商 就是它只是做过车架 它只是做过车架 它只是做过车架 专注在这个领域 专注在车架 其实很久以前的车架 它出过很多方程师 也出过方程师车架 但是它是配搭了一辆Ford的引擎 Ford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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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V6的引擎 是 是的 我们车一般是用通架 不像车边用铁架 通架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器材的通架 即是它中间是空心的 中间是空心的 一条空一条空 就是方程式的做法 我们的车架的弯是很漂亮的 但是也很考驾驶车手的技术 为什么呢 它很灵活 它很灵活 一来它是尾轮车 后驱车 我们知道后驱车会有脱尾的状况 出现 即是你倒行一点油 它就会放的了 是的 而且车架很生的 很长的 车手的反应 以及对赛道的配合 轮胎的适应 它是很有挑战性的一辆赛车 我可以说它 但是如果喜欢铁架车的人 一铁架上去 它会爱上它 爱上它的操控 它的弯是很漂亮 它可以给你极速的享受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辆铁架车 当然和你这些没得比 我那部是丰田的八六 好的 八六 是的 那我就不敢跟EPS那些稳定系统 因为我也试过 有时候转弯 转过九十度的弯 可能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转过去 2.0自然级气 我比较大一点 我突然在摆下 其实我自己在想 3.7的自然级气 亦都是尾轮车 而且你们经过调校 它们可以爆发出来的 那些马力应该会特别之极 在澳门的一个街道赛上 那个难度有多大呢 在澳门的难度就是 你不可以出错 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出错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缓冲 给你 你一出错就埋锋板 就是等于退赛 就是等于退赛 小事的你可以回出来 但是我还没见过小事 一撞到基本上 差不多要停的了 要停的 因为你烂了一点 可能你烂了沙板 它的沙板会卡住的洞 那你就不能动 动不了 动不了 你动不了比赛 你说它烂了很多东西 一句不行 它只是卡住了一点 那套比赛就不可以犯错 不可以犯错 而且你要很有专注性去驾 你不可以去想其他东西 在赛道里面 就是驾赛车 我都玩过卡丁车 是 我这些真的 不要叫液如水 就是去玩一下 银完之后 其实一回合之后 手臂都会很累 是 后来我看时间 我玩了十多分钟 已经这么累了 其实银一次澳门的 就是驾赛车的比赛 包括最早的练习 埋位 到最后的一个 就是我们最后的决赛日 等等 其实我的体能要求 应该都非常高 这个赛车反而是比较舒服了 是吗 这个赛车反而是舒服了 因为它现在可以是风油体 它是风油体 它去到一个速度 它才变成一个半机械体 它有速度感应 就是它会有助力 是有助力 是有助力 是比较舒服的 但是我们要 真的付出的 不是真的体能 是我们的精神 精神集中 集中力 当体能下降 集中力就会下降 所以我们练习的 其实我们不是专注 就是去某一块肌肉去锻炼 我们去锻炼 譬如跑步 去做体能锻炼 去做体能锻炼 大氧运动 不知你那么健身 有少少头腩 开始 有大氧运动 希望令到自己的意志能力 反而是练习的意志能力 体育的内力 内力更长 刚才你也说过 当你一二年组织了家庭 然后有了小朋友之后 就停了 大概到几多年之后 你又再次在这个坑 每一年都会出来看赛车 其实我每一年都会出来看赛车 因为我支持我的朋友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赛车 在里面玩赛车 每一年都会回车来玩 回车来玩 回车来玩 人始终在这里 你离不开 每一年到11月 觉得自己好像 我今年是不是少了些东西 今年为什么没有很多东西 会好笑很多乐趣 终于今年我有个我队友 李建明先生 说我有车车在哪里 你有没有兴趣去玩 看你便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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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可以便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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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第一天不是做得太好 每天都在進步 排位賽都有進步 快了幾秒 希望正賽會好些 我相信澳門的車手不可能一年 只集中於澳門的人披折期間才是比賽 既然出得回來玩 大灣區還有其他賽車場 到時你來內地玩賽車的時候通知聲 我去幫你捧場也好 好 謝謝Dicky 我們大灣區其他賽車場再見 謝謝